Hello大家好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样3C的节目 那这期节目呢 我们带来一个 就是样3C平常不是非常多设计的一个品类 就是PC 包括笔记本啊 台式机这些 其实也不是我特别擅长的部分 那为什么讲这个呢 因为 第一是最近这个 游戏就是吃鸡 这个非常的火爆 那导致呢 这个硬件各方面的销售 包括显卡的销售 都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增长 我相信双时间有很多 网友也淘了自己的内存啊 显卡啊 甚至自己新的组装机啊 台式机啊 或者是品牌机等等 那 我其实也有一个考虑 是因为家里 比较早的这个Windows的机器 实际上是非常的老旧 那这样的话 我考虑也是想购入一台 那我之前的话 也做了比较多的研究 就是也看了比较多的品类 也在考虑说 我是买一个品牌的 这个台式机呢 还是买一个品牌的游戏本呢 甚至说我去找一个组装机呢 到底是Intel平台还是AMD平台呢 实际上也花了比较多的时间 那最后我想一想去的话 还是考虑购入一款 相对来说 性能更加强大的这个笔记本 因为可能相对来说 搬起来会比较方便 因为家里实际上 如果有一个台式机的话 是比较占地方的啊 然后游戏本里面呢 可能有去看了说 戴尔啊 惠普啊 红基啊 华硕呀 其实有非常多的选择 然后呢 各家的情况也不然有的性价比很高啊 但是考虑来考虑去呢 最后我还是选择了这个 戴尔的这个 外星人系列 因为这个确实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高端的知名品牌 也是做了比较多年了啊 但是呢 就是具体怎么买呢 我可以看了 我看了这个海淘啊 包括这个outlets 包括没网的官网 经常有些活动 但是没网的这个outlets呢 可能你采购起来又比较麻烦 就是说 它会限制地址 而且你要限制 需要用一些 比如说这个America Express卡 才能下单啊 要不然会经常被砍单 所以遇到非常多问题 最后就进来就进去的话 我还是在淘宝下单了 就是找到一个淘宝的卖家 也是很nice啊 就是我跟他聊下来也蛮不错 后来就买了他这个 一个比较特殊的版本 就是我们所谓的国内的 官网翻新的版本 那这个版本实际上就是 因为其实相对来说 国外的这个官网翻新 是比较常见的 就是大家可以买到 比如说苹果呀 或者是戴尔的退货的版本 然后他重新经过生产线的 这个运作之后呢 重新拿出来 包装来卖 这样的话是有比较好折扣 另外的话也享受 原先跟同款产品 同样的保修 这个是不错 那这样的话 我就后来就买了这款 这个anywell的这个十三二三的版本的 这个我现在 我为什么喜欢这个版本 其实有几个原因 一个就是说它本身的话 是在国内有保修 那如果你买海外的这个 官网翻新的这个版本的话 实际上你需要额外购买全球的保修 才能保证你在国内的正常的这个联保 那否则的话是没有办法保修的 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 其实这个价格的差距就没有那么大 包括你海淘一些成本啊 包括税啊 所以你综合考虑下来的话 其实差距不是特别大 那所以的话 我最后就是在国内买了这个 那刚才罗嗦说这么多 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开箱环节 我们来看一下 争计是怎么样的 那我们现在来做这个anywell的拍箱 这个版本比较特殊 是我在国内买的这个官网翻新的版本 是它的正面的话 是有一张比较大的logo 是它有这个含电池的一个警告标志 但是特别的话信息非常多 可以看一下 它有这个非常大的这个品质翻新金的标志 同时的话 有制造商的地址 都是中文的 生产厂商地址 service tech 啊这是区列号 其实就是 另外的话就是有那个所有的配置信息 我这台是一个i5的处理器 然后8GB内存512的这个SSD 1051Ti的这个2GB的这个显卡 ok 另外的侧面就没有什么太多 可以显示是13寸的 那这个侧面的话有这个cpl的这个 拆封的标志 拆封拆开 ok 哇哦 好 那就打开了 正面的话是有一张这个说明书 那 看一下正面刚才可以看到这里是有一些这个 明显的一个 明显的一个 手部的标志 看起来 那我们先把这个设备拿出来看一眼 ok 整体看一下除了刚才这里有一个指纹以外的话 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损伤 侧面 就是整体比较可以接受吧 但是背面会有个比较奇葩的地方 就是它会有这个品质翻新机的logo 还告诉你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翻新机 避免流通到其他的渠道吧 然后的话 右上角是有一个这个logo 然后这个也是有一个service type的信息 ok 从整体来看的话 比我想象的会好一些 就是没有明显的这个损伤 基本上核心的没有什么区别 也是一个翻新 ok 那这个本身这个设备的硬件的情况 我们后面再给大家做介绍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盒子里面 还有什么内容 然后另外这个 哦 有翻新机的保修说明 可以提供这个翻新机的一个具体的 这个varranty的这个说明 然后底部的话可以看到 哦 底部其实什么都没有了 侧面的话可以看到 有一个 应该是电源 一个非常大的电源 非常重的 重的电源 啊 是三线的插口 大家可以看到是三线插口的电源 可以 那所有的内容就是这些 大家可以看一下 也就是说 啊 有一个笔记板 啊 看起来整体的层次还是比较满意的 然后有一个外包装 然后里面的话是有个电源 然后是有三线的国标插头 OK 那开箱的部分就是这些 我们刚才的话也看到了整个这个开箱的过程 啊 也看到了这个我们买的这个国内的官网 翻新的这个版本的一个品质 啊 总体看下来的话还是基本上令我比较满意的 就是说没有明显的磕碰 或者说明显的使用的情况 就是只是在A面的话 有一些指纹啊 不是特别的明显 就是你稍微擦拭一下 你就是不影响了 啊 但是比较凸写的就是它的 呃 地面 它的地面 就是它的底面的话 实际上是有一个品质翻新机的这个 呃 雷射的这个 那另外比较凸写的就是它的这个底部的话 实际上有这个品质翻新机 雷射的这个标志 你是擦不掉的 啊 你可能需要找一个 呃 贴纸把它粘起来 那这样的话就看不出来 那其实也没没关系了 因为它其实主要是防止这个 同样的这个产品流通到它的这个 渠道里面去 这样可能影响一些渠道价格 这所谓的这个串货嘛 啊 大家都知道 那 其他方面的话 我觉得和你新购买一台 它比起来没有太大的区别啊 无非就是说 呃 它就是确实是二手的 就是别人可能使用过 再回到盛险线上做了一些刷新啊 或者是更换电池啊等等啊 不确定啊 这个它有一个标准的流程呢 保证这个原型的质量是没有问题的 那而且享受同样的保修啊 通过这个Service Tag 也是能查到它保修期 那我这样的话 我觉得是具备一定的性价比的 所以的话 我觉得可能国内的很多厂商也 在去考虑说有这种翻新的这样的流程 把一些用户退货的产品 重新拿出来售卖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 呃 因为国外的 可能这个所谓新和旧的这个区别 是非常明显的 国内的话 是不是 可能也有这样的流程 但是他们可能就直接作为新品去发售了啊 那可能这个其实某种意义上是有些违规了 那相信这个市场越来越健全之后呢 可能是有些厂商也会考虑说 我真的把这个退货的产品 或者是经过呃 用户使用一段时间之后 比如说有7天啊 或者15天无理由退货这些产品 使用过之后 我重新回到生产线上 做个简单的一些刷新啊 总简单的一些品质检测之后 我重新回到市场上 这样的话可以呃 给用户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折扣 那这样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OK 如果说说这么多 那这期的节目呢 就这样 呃 最后用一句这个 比较流行的话 就是吉大利晚上之际 OK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边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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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